大家好,我是李子柒 我的家乡在四川绵阳 是一个特别特别美丽的地方 12年的时候,2012年 我奶奶生病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收拾东西 从城里面回到了乡下 在乡下可能待到了两年多的时候 差不多,阴差养错地接触到了短视频这个行业 在那个时候,大家拍美食视频 可能就是在厨房里面切菜,炒菜 就很少拍其他的东西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 刚好我们家有特别特别多的蔬菜瓜果 自己有种 如果我能让城里的朋友们 他们看到他们吃的东西是怎么样 从田间地头到餐桌上的 应该也是蛮有意思的 所以那个时候拍摄 我就开始拍摄我的书国 拍摄家里的一草一木 妈妈狗狗 拍摄家乡的日月星和四季登记 拍云是怎么动的 风是怎么吹的 花是怎么开的 雪是怎么下的 时间特别快 今年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 后来呢,我听说我的视频在海外受到了很多外国朋友的喜欢 其实我非常清楚大家喜欢的 关注的其实是这种琐碎平凡 在又充满人间烟火的日子里所带来的生活力量 同时我也相信 不论是美食美景还有优秀的传统文化 这些东西一定都可以跨越语言的障碍 深入到每个人的心里 因为这世间所有美好的东西 一定都是相通的 感谢观看